历史上的今天 朋友们好 9月27号这天 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隆重举行 感染过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发表道次 他引用一腾博文的诗 与君谈遍天下事 回首人不在 从今而后 世间该何从 用这首诗来显露他内心的悲伤 菅义伟回忆起平成12年 安倍晋三鼓励他一同为日本人质奔走的时刻 那是怎样的一个事件 让安倍晋三成为菅义伟心中 那个担当背负下一个时代 刻画出光明未来的人物呢 让我们今天一起共同走入历史上的今天 东巡访西林日本海会与本州中部辅警县 这里的海洋在今年累月的海石作用下 形成陡峭奇幻的景致 老人说这个地名来自一个叫做东巡房的花痴和尚 因为和尚喜欢上了当地一个特别美丽的姑娘 招致全寺僧侣记恨 在一个深夜大火合伙 把被灌醉了的花和尚东巡房 逼进了大海 本想这事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但不想东巡房的怨气积成了变幻的天气 看着天晴突然就能起了风浪 害得渔民常常是无法出海打鱼 这营生坏了怎么办呢 于是大家凑了些钱 请来了高僧祥云法师做法 祥云来到悬崖边这么一做 禅定中一看便知晓了因果 来人哪 拿笔了呀 便在岩石上铺开了纸写下一首诗 北海漫漫风浪静 东巡何感爱舟星 意思说你心里有怨气 可不能妨碍别人渔船出海呀 写吧 祥云法师一声喊 取吧 将诗投入海中 从此大海回归平静 东巡房这个地名也就留下来了 大海平静了 但是此地多幽灵出海怪的说法是传了开去 东巡房成了日本不少推理灵异小说中 常常出现的怨念聚集的地方 1978年7月7号 热恋中的地村宝质与宾本富贵会正一味在一起看海 渐渐的夜深了 当地幽灵鬼怪出没的传说增添了宾本富贵会心里一丝不安 地村宝质就着劲把情人捞得更紧了 突然漆黑的海面上诡异的冒出了一对蛙人 如同幽灵般迅速划过海滩 身上悬崖出现在了恋爱男女的身后 巨大的海浪声掩盖了他们的惊叫 随后一艘黑幽幽的作业船靠岸 幽灵和他们的猎物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这一年 地村宝质与宾本富贵会23岁 同样的恐怖场景 并不仅仅发生在拥有鬼怪传说的东巡房 在1977年开始到1983年 数十起类似的案件在日本沿海发生 由于没有任何线索 这些失踪案最开始被日本媒体当作城市奇谈 和外星人事件来谈论 直到十年后 一件更加恐怖事件的发生失踪案 才得以掀开起神秘的面纱 而最终被世界知晓 1987年11月29号 伊拉克 巴格达 用领袖的名字 萨达姆侯赛因命名的国际机场 大罕航空公司KE858次航班机舱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乘客大多是外派到中东地区做建筑服务行业的韩国劳工 这劳碌了一年了 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久别的家人 他们带着大包小卷的行李和礼物特产 以及南韩经济起飞急切需要的美元 他们在KE858次航班机舱中快乐的聊天快乐的歌唱 他们唱着 韩国最早的流行歌手赵荣碧的那首经典 回到福山港 自特 机场候机楼的登记广播中 大韩航空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的柜台旁 一对看似妇女俩的男女正在焦虑的四处张望 两个人静止向他们走来 尽管他们戴着时髦的金丝变眼镜 妇女中的那位父亲还是认出他们来了 他按捺着不满轻声说 刚才已经是登机广播了 幸好飞机有些误点 来人并没有理会 只是把助手手中的一个大公文包接过来 谁给了父亲 同时按捺不住的仔细 端详了一下女儿打扮的女子 她实在是太美了 眼神中还透着一股迷人的忧郁 很难以捉摸的渴望 瓶内的液体炸药会增加收音机炸弹的爆炸力 因此他们必须放在一起 来人把目光从美丽女子的身上移开 扫视了一下后机室 确信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对话 接着声音更小了 他接着说 还要记住 收音机的电池是专用的 千万别弄丢了 祝你们一切顺利 他与父亲握手之后 试图去握美丽女子的手 但是显然女人没这个打算 男人咽了一下口水 转头与助手匆匆离去 机场检察处 机场检察员 一个三十来岁毫无笑脸的伊拉克女人 发现了公温袋中的电池 即与电池放在一起的 装着像是水的瓶子 他立刻把他们挑出来 本机场不允许携带电池上飞机 美丽女子顿时惊慌起来了 他记得刚才那个男人说的话 尽管他对那个男人非常讨厌 但是他知道没有了电池就全完了 他几乎要哭出来 求求你把电池还给我 毫无笑脸的女人执意不肯 把电池扔到了垃圾箱里 此刻看似父亲的那个人走了过来 缓慢而坚定的走过去 把电池从垃圾箱中找出来 又拿了回来 他看着那没有笑容的女人 熟练的把电池装到了收音机里 收音机响了 传出来的正好是领袖萨达姆抨击伊朗人 在战场使用化学武器的演讲 父亲缓缓的说 瞧 电池是收音机用的 我们旅行师在别的机场都没遇到麻烦 如果你不准我们带电池上飞机 那你放心 我们一回家就会向伊拉克 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投诉你 不知道是男人的威胁起了作用 还是领袖萨达姆的演讲 让女检察员感到害怕 请便你带他们上飞机吗 当地时间零时零一分 飞机从巴格达腾空而起 预定经阿联酋阿布扎比机场和泰国朗曼机场 最后抵达韩国金府机场 但在飞机飞行道仰光以南 220公里海面时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K-858遭遇空难 但韩国方面发现这起事件似乎并不简单 机体破碎程度超过了正常破枪的损坏程度 燃烧和冲击波变形的痕迹到处都是 遗体残缺不全并留下了烧灼的痕迹 调查人员几乎是不愿而同的脱口而出 炸弹 就在韩国方面调查的同时 那一对号称要因为电池的事投诉 伊拉克驻日本大使馆的父女俩 却因为持有假护照被海关扣下 护照名叫风骨真一的那位父亲 吞咽了香烟中隐藏的剧毒 轻轻甲酸死亡 女儿风骨真有美 也有同样的一副毒药 但是她吞下去之前犹豫了 也许是老天爷就要留下它来解开空难 还有更多的谜团 警察及时撬开了她的嘴掏出了毒丸 为什么拿着假护照就要寻死 为什么父女俩又早已过期的日本烟河 藏着这种朝鲜高级特务才惯用的剧毒药丸 为什么竭力隐藏她俩在阿布扎比机场 从K1858航班下来转机的事实 一切都指向支队 假妇女与韩国航班实事有关 韩国提出引渡 1987年12月15号 汉城金浦机场 14时10分 一架客机缓缓降落在跑道上 丰谷真有美的嘴被严密封住 在韩国安全人员搀扶下走下悬梯 16号 审讯开始 丰谷真有美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 声称自己是日本公民 却无法解释假护照、毒胶囊、密码本等特工用品 在审讯人员的步步紧逼下 丰谷真有美突然改口说起了中国普通话 称自己是出生于黑龙江武常的中国人 辗转到了日本东京 最后被这位义父丰谷真一收养 但是他所说的日本住址根本不存在 尽管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他的朝鲜特工的身份 他却装作不懂韩语 于是审讯人员设套给丰谷真有美准备了一杯热咖啡 当丰谷真有美接过咖啡用嘴吹开咖啡的热气时 审讯人员背过身去用韩语似乎不经意的与同事聊天 我说你看这个女的样子 只有北朝鲜人才有用嘴吹咖啡泡沫的习惯呢 这话音未落 风骨真有美立即不自觉的支起头来 嘴巴远离了咖啡杯 经过多次试验 试探已经确认风骨真有美就是一名朝鲜特工 但风骨真有美是死活不承认 审讯似乎进入了僵局 这天韩国主审官突然把手里的烟头掐灭 一边把残留的烟丝末从嘴边抹去 一边着急的说 这风骨真一自杀的毒药 为什么藏在早已过期的烟盒里 说明这是他们多年前就收集的道具 而风骨他们本人从来就没有到过日本 或者我们韩国 连上街买喝烟的机会都没有嘛 也许生活的真相要比我们一切努力都更有力量 12月23日傍晚 风骨真有美忽然被特工带出求是 不过并没有照例去审讯室 而是坐车缓缓经过汉城市区 风骨真有美的一双眼睛突然被窗外的街景定住了 德寿宫 古老石墙路仿佛会唱歌 人四栋中央大街旁密集的胡同里 人们在传统工艺画廊弥漫的茶香中漫步 那份悠然自信与内心涌出的快乐 全然不是平壤千里马大街上百姓的惶恐僵硬 甚至那些能够得到伟大的金将军直接指导的高级官员 除了一份狂傲之外 也流露着惶恐与僵硬 风骨真有美的耳畔突然想起了那个训练她日语的可怜女人说的话 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世界 我真为你们感到可怜 风骨真有美的生命突然被唤醒了一般 她把眼睛从车窗上移开 忽然转身用韩语 对身旁的女特工说 安妮 明喊你答 说姐姐 对不起呀 悔恨的泪奔涌而出 这事情终于有了转机